观众朋友带您关心国际上最新消息 枪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凶贤山上彻眼 他的翻案动机说是跟统一教有关 而现在日本防卫大臣 也就是安倍的亲弟弟岸信夫却首度坦诚 曾经接受统一教志愿者的助选 这是日本富士电视新闻网的报道 岸信夫首度坦诚和统一教仍是有些交情 打电话呼吁投票的时候 统一会也有志工帮忙拉票 但是具体的细节 岸信夫只有模糊交代 被问到之后是不是还会让统一教帮忙选战 岸信夫也表示不能回答 因此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而朝日新闻报道 多位国会议员都承认有受过统一教的帮助 另外日本媒体也说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预计8月出访亚洲 也考虑到会到日本来听取国会追到安倍的言说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